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居住在昌平区 冠华园四区的感染者 218 在街道 疾控部门电话告知自己是 密接后 立即向街道社区报备 并留在 自驾车内 11个多小时等候通知 未进小区 被网友称为 中国好邻居 他教科书般的 防疫行为 既保护了小区居民 又降低了社会传播风险 为疫情防控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传染病防控工作 涉及到我们每个人 只有大家都像 这位中国好邻居一样 才能建立起严密的 安全防护网 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蔓延 这位市民 实大体 顾大局 严格落实 个人防控责任的行为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这里 为这位首都抗疫模范 好市民 点一个大大的赞 我认为你这位首都抗疫 我认为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什么呢 在这里